消防局救灾救护第一大队及花联分队在今年9月份落成启用 包含了吉安光复封兵和瑞瑞分队新建厅社也都陆续开工和竣工 最后一个花联县消防局特种搜救队的训练基地及防灾教育馆 也在15号举行了开工动土典礼 期盼未来新建落成之后可以更加巩固花联的救灾网络 强化整体的救灾能量 消防局救灾救护第一大队及花联分队在今年9月落成启用 花联丰兵分队新建厅社也予10月开工动土 包含特种搜救大队及吉安分队 高级救护队及光复分队厅社及瑞瑞分队厅社新建工程 也将在今年12月陆续完工 15日上午花联县消防局特种搜救队训练基地及防灾教育馆 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预计明年12月完工启用 我们终于让他今天来动火把这一块的拼图完成 我们要感谢的人很多 第一个我想要先感谢消防局林文睿局长 承先启后 承先启后六个消防队部都完成 我们是给林文睿局长小声一下好不好 谢谢辛苦了 靠屠万年该要的土地 无论是中央地方 土地的变分 县都委会 副都委会 不断的协调过分 我想这是千难万年 但是从副县长开始到现在 我们终于把拼图完成 希望明年12月份 在我们光阶营造的这个协力之下 能够在12月前能够完成 那花莲真不简 花莲过去多远赴消防署南投竹山训练中心 进行相关训练 这次争取花东基金两亿多万元 与国际师子会捐赠1800万元经费 在七星潭附近四八高地 面积广达6.5公顷的明义云区 新建特种搜救训练基地 及防灾教育园区 并结合营区既有建物 活化利用作为搜救权 知己人元宿舍等 进来就是一个停车空间 那这一栋呢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那个民众的一个教育 防灾教育中心 教育馆 这个教育馆跟后面的一个设施呢 是一样我们用树梨把它围起来 民众是没办法到我们后面的训练 的地方来做使用 综合训练中心大楼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高低塔 做一个训练 高塔跟低塔之间的一个训练 那我们这中间也设计了一些广场 可以让那个队员来坐在那边 做一个休息的空间 一个释放训练的一个空间来使用 那这个就是所谓青岛 全青岛的一个训练中心 消防局表示 训练基地未来可供易锦销 民间团体 外线市消防及救难团体 参访训练使用 防灾教育园区 追着开放民众与学校团体参观 期盼更加巩固 花莲救灾网络 充实自主救灾效能 参化整体救灾能量 接着蒋方燕 花莲师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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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莲师报导